说起南非,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而曼德拉之所以能够获奖,是因为他在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上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南非是非洲地区百种人人数最多的国家,这让南非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迥异于其他非洲国家,而这种特殊性又在其领土变迁上有极为突出的体现。 南非和纳米比亚现在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这种局面是纳米比亚人民努力斗争得到的结果,也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一次伟大的反殖民胜利。 纳米比亚和南非之间的孽缘开始于1884年,当时这片土地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政权和政府,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在不同的殖民者手中流转。 只不过这次风水转到了德国这里,从1889年到1890年,德国完全取得了这片土地的控制权,并将其命名为德属西南非洲。 彼时,正值世界大战,德国的殖民地自然也会成为协约国阵营的攻击对象。 在德国殖民纳米比亚期间,当地的土著民族从来没有放弃过抵抗,甚至还进行过长达三年的武装起义斗争。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反殖民的意识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这些纳米比亚人的脑海里。 他们的反抗精神并不会因为殖民者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改变。 当时,南非属于协约国阵营的一员,于1915年7月向西南非洲出兵,并成为了这块土地新的统治者。 1920年12月17日,南非对西南非洲的控制权和治理权得到国际联盟的认可。 国际联盟在没有知会当地民众的情况下,擅自将这块土地委托给南非治理。 这一委托就是30年。 南非就是通过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方式,成为了纳米比亚的新一任殖民者,得到了这片土地。 因为背后由西方国家组成的国家联盟组织的背书,这种殖民甚至成为了一种受国际法律认可的行为。 在此过程中,生活在西南非洲的民众利益被彻底忽视,他们被当成了餐桌上的肉刃人分割。 1949年,南非用西南非洲事务修正法直接将纳米比亚画到了自己的版图里。 这种做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 1950年,联合国大会正式确认南非行为违法。 纳米比亚当地的反抗势力开崛起,并最终引发了纳米比亚独立战争。 独立战争的主力是成立于1960年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在其成立六年之后,联合国取消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托统治,要求其将纳米比亚的管理权移交给联合国。 让人将到嘴的肉吐出来是不现实的。 南非自然也不会同意联合国的裁定。 双方就此僵持起来。 你来我往的政治斗争就此开始。 联合国为了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成立了西南非洲理事会。 该组织就是后来的纳米比亚理事会。 该理事会在纳米比亚建国之前,是纳米比亚的合法执政组织。 1966年8月26日,纳米比亚独立战争正式爆发。 1973年,联合国正式要求南非从该地区撤出。 次年,联合国通过433号决议,同意纳米比亚进行公投独立。 在此过程中,南非一直在想办法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 想要让纳米比亚成为南非的自治区。 但是,他的多方行动并没有改变国际社会在该问题上的立场。 后续,又牵扯到了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的问题。 经过多次国际谈判事情,最终还是走向了最理想的方向。 联合国的433号终于在其做出15年之后,开始正式生效。 1990年3月21日,纳米比亚成为一个正式的独立主权国家。 自此,南非彻底失去了曾经的拥有过的西南非洲殖民地。 爱德华王子群岛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是爱德华王子岛,二是马里恩岛,二者都是因为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岛屿。 和主权问题僵持了几十年的纳米比亚同步,南非或德爱德华王子群岛的过程非常简单。 最初,这个岛屿是被由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发现的。 后来,随着荷兰的衰落以及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这个群岛的归属权被转让给了英国。 这个过程想必会让大家有一种熟悉感,走到有个地图上没有的地方, 然后将其占为极有的行为是大航海时代最一本万利的买卖。 至于土地是否有原住民,就不是这些如强盗一般的西方冒险家所能担心的问题了。 从某种角度看,爱德华王子群岛可以被算作是当时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之一。 但是和其他殖民地不同,爱德华王子群岛面积有限,也没有丰富的资源, 甚至就连岛上的居民都是寥寥无几。 除此以外,爱德华王子群岛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也相对比较有限, 所以也没有其他国家或者组织对此地进行过大规模的主权或者治权的声索活动。 将爱德华王子群岛并入南非其实是英国做出的决定。 1947年,该群岛正式成为南非的一部分。 在获得这片土地之后,南非政府也想要将其利用起来, 所以在1960年对爱德华王子岛和马鞍岛两个岛屿进行了考察。 考察结果显示,这两个岛屿既没有石油矿产, 也没有有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农作物。 不过,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非常特殊且珍贵的资源, 那就是研究资源。 爱德华王子群岛虽然从行政层面看, 是受非洲国家南非的管辖, 但实际上它的位置距离南极州非常近, 因为远离人类生存的大陆, 所以该群岛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物种多样性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因此,南非政府在对其进行考察之后, 决定将其作为研究和考察生物多样性的重点科研地区。 这一策略甚至直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作为爱德华王子群岛一部分的马里安群岛上, 还建有南极观察站, 经常会有探险队或者科研工作者在这里驻扎。 2009年,南非政府还决定在爱德华王子群岛建设一个近海海洋保护区。 该保护建成之后, 会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近海保护区。 从上门中可以看出, 南非之所以能够将爱德华王子群岛收入囊中, 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 除了因为这块土地是英国主动转让的之外, 也因为它在普世价值层面没有太过值得争夥的地方。 换言之,就是西方国家对遍岛屿的殖民没有产生任何受害者。 没有受害者自然也就没有反抗者。 这就施爱德华王子群岛和纳米比亚明明都是被转送的土地, 命运却完全不同的原因。 导致南非领土发生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国际局势的变化, 以及不断走向衰落的殖民制度。 作为殖民者的西方国家, 在南非共和国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南非共和国的前身是南非联邦, 而南非联邦其实就是开普殖民地, 纳塔尔殖民地, 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集合体。 南非现在之所以会有三个不同的首都, 就是因为南非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没有这些独立的城邦彻底统一。 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之后, 就一直作为英联邦的自治区存在, 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殖民地。 值得关注的是, 组成南非联邦的四个政权, 全部都是白人政权, 也就是殖民政权。 殖民者对于南非土地变迁的作用, 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纳米比亚问题。 最早发现西南非洲的国家是荷兰, 在这一点上, 纳米比亚和爱德华群岛的情况非常类似, 它们都是海上马车夫的战利品。 只不过, 西方政治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很多非洲殖民地的掌控权被英国夺取。 南非之所以能够在战争结束之后接受纳米比亚, 就是因为它是属于英国的一部分。 它虽然拥有自治权, 但是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身为殖民者的白人, 他们和英国这种大殖民国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 纳米比亚的最后的成功独立, 也并不诠释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突然良心发现, 而是因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洲的反殖民运动 在全世界如火如荼, 殖民体系在世界范围内 出现了大规模的崩塌。 南非的白人政府在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之后, 更是开始大规模推行种族隔离政策, 大量的原住民被剥夺土地和生产资料, 国内矛盾空前尖锐。 此时, 作为南非联盟宗主国的英国 在二战结束后也不得不让出世界第一的位置。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英国的实力已经不足以让它维持住 对非洲殖民地的掌控力。 1961年, 南非共和国才正式成立。 1989年, 这个新生的国家拥有了第一个 以黑人为领导人的政府。 第二年, 纳米比亚正式独立。 综上所述, 因为南非曾经长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存在, 所以它的领土变迁 和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主义的 由盛制衰的发展过程 有很大的关系。